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 今天的辩题是 社交移民能有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对错双方为 正方 荃湾官立中学 对反方 正式提犯书院 现在我先会介绍辩议 首先是正方主辩 蔡幸宇同学 一副 李雪凌同学 二副 梁以乐同学 杰辩 陈瑞琪同学 南方 主辩 李承俊同学 一副 陈景熙同学 二副 黄小荣同学 杰辩 张君堯同学 今天我们都很荣幸邀请到三位评估 为我们进行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会资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 李靖权老师 英华 书院辩论队教练 黎制森先生 另外是加密柏语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 黄文杰老师 任今场比赛分主辩 台上发问 一副 二副 台下发问 结辩 总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在4334 反方主辩发言完成之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 正方一副接着发言 反方二副发言之后 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之后 会进入结辩的环节 除了台上和台下发问环节之后 每次发言时间 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丁 够钟有两丁提示 丁丁 朝时15秒会有几丁提示 丁丁丁丁丁丁 那蔡规已经发送给参赛学校了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先和我说可以 可以 丁 在座各位 美国社会学者Anthony Mayfield 指出 社交媒体即是网民交流 发布讯息的公开平台 包括网织、通讯软件、社交网站 和影片分享平台等 而Twitter、Facebook、YouTube、MSN 和ICQ等就是例子 要讨论变题必须要来清变题中 两大关键字眼 一、社交媒体霸权 根据汉语词典 霸权的表现在于拥有某个领域的 控制权或操纵权 以至于同领域之中不存在 有威胁性的竞争对手 Facebook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根据流量统计网站 Step Counter Facebook在社交网站的市场 占比超过七成 而排行第二的Twitter只占不足一成 可见Facebook是现代社交网站的霸权 但是在Facebook出现之前 ICQ、MSN和Sanger等著名的社交媒体 都曾经先后坐拥不同时代的 社交媒体霸权地位 霸权更替实属正常的现象 而社交移民 随着技术的发展 网民对于社交媒体的功能需求 越来越大 不同种类的社交媒体都应运而生 过往由ICQ转去MSN 再由MSN转去WhatsApp的例子 可以归纳出社交移民 其实是指网民器用旧有的媒体 转移使用另一个媒体 当中并不会出现同时使用两者的情况 值得留意的是 至今研究中心已经指出 最近有网民大风 说希望由Facebook转VV 或者WhatsApp转Signal 因为网民并没有完全脱离 旧有媒体 只是新旧一起用 这种现象叫社交游民 并不属于社交移民 因此这个例子并不是今天的讨论范围 故事要衡量辩题 就要审视社交移民这个方法 本质上可不可以动摇 并且虽弱社交媒体霸权的领导地位 作出地位和实力上的抗衡 甚至令它没落 那方政立变题原因有二 第一,影响收入来源 缩入霸权的地位 社交媒体建立霸权 是建基于用户增长以及点击率 只要用户达到足够的数目 媒体就可以获得大数据进行商业分析 卖广告从中获利 以Facebook为例 研究公司E-Marketer指 Facebook拥有持续增长的用户数量 令到它的收入有增无减 去年的广告业务收入增幅更超过两成 但是当社交移民出现一定数量的用户 转移使用其他媒体就难以维持收入 根据Alexa网络排名 网字Sanger曾经在05-08年 居于全球最受欢迎网页50未来 但是其他社交网站 推出网字的功能 令到Sanger使用人数不停下降 排名跌出八大 去到13年Sanger更出现财务困难 面临倒闭危机 我见社交移民足以动摇霸权的领导地位 第二,砖头竞争对手打破垄断格局 社交移民不单止是指用户离开旧有媒体 更加是用户砖头同类型的平台 令到霸权无法持续垄断市场 96年创立的ICQ最高峰时期用户人数达到1亿 但是后来随着微软MSN的兴起并推出更多斩生的功能 例如对话震动以及游戏等等 令到ICQ的大量用户转投MSN 跌到去只有06年的1000万人 ICQ只可以被迫让出市场的战优率 失去霸权地位 最后想问有方 若然社交移民无法对抗霸权 又怎样解释上述的例子呢? 多谢 好,盛方主编发言时间为3分38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我们请凡方主编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和我示意 准备好 叮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 在座各位大家好 霸权毫无疑问是一种丧心病狂的做法 当一个霸权主义的时间长久了 气焰也会变得意常囂张 当Facebook囂张拔户也会开始漠视用户的意见 导致WhatsApp的隐私政策现世 而为了对抗霸权而衍生出来的社交移民 也因应而生 但是社交移民是否真的有用呢? 我方的标准就是 主要看社交移民到底可不可以停止这种霸权行为 我方就决不认同 原因有二 第一 社交移民实际的可行性低 难以完全移植到其他的社交软件 的确 是因为WhatsApp的隐私政策 而衍生出来的移民潮之后 除了WhatsApp以外的其他社交平台用户 也都有明显的提升 以Clubhouse为例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App Magic 数据指出 由2021年1月的200万的下载量 到2月急剧飙升至900万的下载人数 但是 在3月的下载人数 正考虑转头新兴的社交平台的成效 持观望的态度 而我们本来的社交圈子 生活圈子 都在WhatsApp上联络和聊天 已经成为了习惯 即习难改 很难一时间完全移植到其他的社交平台 而且大多数人都会选择WhatsApp和其他社交平台兼用 如果在2021年1月的香港Facebook月活跃 也都有574万用户 同样WhatsApp的月活跃也都有578.8万人 其次 社交移民后会形成新的霸权 霸权之所以是霸权 是因为霸权者拥有庞大的基础以及巨大的影响力 社交移民就是将这些用户量转移到新的社交平台 Facebook的初期也都是好评如潮 正因如此 他们才能累积到庞大的用户量 在2021年2月澳洲准备立法 强制社交媒体使用当地的媒体内容的时候 所以向对方付费 而Facebook只是因为拒绝付费 在2021年2月17日发放媒体禁令 禁止澳洲用户在旗下的社交平台 分享新闻内容和相关文章 气焰是极为嚣张 而有方同学都提出 都提过ICQ的用户转去MSN MSN成为了一个新的霸权 现在也都是将用户量转移到其他的社交平台 他们也都会可能成为新的霸权 创造新的垄断 这些方法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 有方同学可不可以证明到历史是不会重演 最后尚问有方 你们眼中的社交移民 是不是就是在Signal开个帐户 然后两边一起用就算是呢? 是 还有想再次强调 退一晚步来说 社交移民真是成功了 他们会不会历史从面 创造新的垄断 创造新的霸权 多谢各位 反方主便发言时间为3分43秒 没有超时 无需扣分 那之后呢 我们现在会进行台上发文的环节 先由正方任何一位台 任何位辩元向反方主便提问 发言时间1分钟 反方主便准备时间1分钟 回答1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 有一丁提示 丁 之后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 向正方主便提问 发言时间一样 双方均有一次 发文和提问的 发文和回答的机会 之后就回去正方一副的环节 请问大家没问题 如果没问题的话 现在先请正方排出一位台上辩元 答问 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浩海同学示意 我答问一下 OK 丁 主席评判组各位 大家好 今天方和我一出来提出两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 社交移民是不可行的 没有人会移民的 那些人继续用原有的社交软件 但是第二个论点就和我们说 就是社交移民就会成就生的霸权 成就生的霸权 原因是什么 就是那些人大量移民去另一个软件 那在我方和我的立场里面 究竟那些人是会社交移民 还是不会社交移民呢 那这两个论点是不是有矛盾呢 麻烦 好 现在请反方主便 两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我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办公主便发言 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 准备好开童话事宜 我其实是完全不矛盾 因为我所说的社交移民 就是将原本那个社交平台的用户量 去转移到另外一个社交平台的用户量 拥有庞大用户量的那个社交平台 就会成为新的霸权 创造新的垄断 这个根本不是矛盾 回答完毕 好 提提评判留意反方分子第一格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是发言的分数 发问的分数 那现在请反方在车会台上面缘 向正方主便提问 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开童话事宜 准备好 好 丁 有方同学主便的时候就提到说 霸权的意思也就是具有领导性的地位 言下之意也就是说 只要市场占有得够大就会形成霸权 但是事实上霸权这个字的意思 除了是指领导地位之外 也都是代表要用领导地位 去作出威权强权的行为 以谋取自身的利益 例如说英国在19世纪的海上霸权 就是指它用海军上面的优势地位 去获得自己的殖民地利益 因此有方同学刚刚提到的ICQ MSN实际上也都不算得上是一种霸权 我方希望有方同学解释一下 如果霸权只是代表具有领导地位 那这个霸字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如果具有领导地位就算是一种霸权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社交移民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多谢各位 现在正方主便 由一分钟时间准备开始 小礼文采论 有什么时候 没什么时候 也不如在身体发现 马上赛靠 像通知一种霸权 一种霸权 有什么时候 很多时候 我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正方主编回答 你要一分钟的回答时间 准备好可以和我示意 准备好 多谢有方同学的回答 刚才有方同学问到我们 如果有领导地位就等于霸权的话 那为什么那些人又要去移民呢 那再重新一次 我们在汉语池典那里找到 霸权的定义是在于 拥有控制权或者操纵权 有方同学也有问到我们 霸权里面的霸字是什么呢 霸权里面的霸字是霸占市场 所以它如果有控制权 有操纵权也占比多的话 就属于是一种霸权 至于问题方面 有方同学问为什么要移民呢 那就是因为它霸权做得不好 才会令到用户要移去 第二个社交媒体 去对自己有一种保障 又或者是去找到对自己 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多谢各位 好 台上发问环战结束 那我们现在会进入 正方一副发现的 请正方一副发现 有三分钟时间 准备好可以同学示意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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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澄清 今天要审视辩题 首先由定义出发 今天究竟什么才是社交移民呢 多谢有科尔在主编的时候 和海上发问 都帮我们认证了 原来今天WhatsApp 转去信号这个社交移民 根本算不上是社交移民 原来今天那些人又用WhatsApp 又用社交移民 又用信号 就是移民 那今天这股浪潮 好像有科尔都识讲 已经渐渐减退 那些人都是用WhatsApp 只是游离在两边的社交媒体之中 成为所谓的社交移民 今天移民从来都没有成功 更加何谈又没有效呢 所以今天建基 所以看完社交移民定义 我们再解决有科尔对霸权的不理解 今天有科尔主别一出来说 霸权就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一个权力 我方不明白了 有科尔的定义在哪里 我方在汉语词典找出来 原来霸权就是说 他的市场占领的地位高安法 这个才叫霸权 更何况的是 原来今天霸权他有没有做坏事也好 他和今天我们论证任务行 都是没有冲突的 如果他今天不做坏事是无所谓 因为相反一些小的社交媒体 一些没有占领市场的社交媒体 他们也有做坏事 今天推特跟你说 原来也有做一些收集用户的私隐资料 再卖出去的时候 有科学论证不到这个是霸权 所以今天说 无论他今天又没有做坏事也好 今天的霸权只是一个中立的 但是他说他的定义 是他们只是有一个市场份 有领导地位在这里 所以凡是有科学理解清楚辩题 所以解决完定义的问题 我们今天看标准 今天有科学说 有效对抗就等于停止霸权行为 所以见基于这个错误的标准 你们就觉得今天做就了新的霸权 怎样都会有霸权 所以今天辩题就是无效 我方不明白了 今天革命的例子 我们看看当时孙中山推翻满清的时候 他也是会造就了一个南京政府出来的 当南京政府被共产党推翻了之后 共产党也是制造一个中国政权出来的 那这些革命是否通通都是无效推翻霸权呢 不是嘛 今天霸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代表的是一个领导地位的更替 所以今天社交移民削弱霸权 的确有机会造就新的霸权 所以就为之有效了 原来社交移民这种网络大潜产 从来都不是新鲜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MySpace 它早在2005年就成为全球流量最大网站 但是2007年之后 当Facebook兴起 导致大量用户由MySpace转到Facebook 根据eMarketer和Comscore的数字 MySpace在美国用户量由2008年的接近8000万 下跌了一半 所以广告收入力量都大幅下降了4亿 所以今天看社交移民有无效 最重要的人看入能不能够动摇 原本的霸权地位 多谢各位 平方一副发言时间为3分10秒 无超时无最扣分 现在我们请盘方一副 有3分钟实现时间 准备好可以同学示意 准备好 叮 主席 评判 有方同学在座 各位大家好 原来今天比赛来到这个阶段 我们不可以顺利讨论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对霸权这个词的认识是有分别 而有方同学刚刚就说 根据汉语词典 拥有控制权和操纵权就算是一种霸权 言下之意也就是要用自己的领导地位 去作出一些控制市场 操纵市场的行为才算是霸权 我方想反问有方同学了 你们刚刚提到的ICQ、MSN有什么操纵和控制的行为呢? 他们只不过是市场份额佔了最大 根本就不算是霸权 为什么有方同学会认为他们算是一种霸权呢? 有方同学刚刚又刻意简化了霸权一字的意思 信口开河就说霸占市场就叫做一种霸权 我方想强调单单拥有市场最大份额的地位 而没有作出一些控制、操纵的行为 根本就不算是一种霸权 刚刚有方同学就说移民是因为霸权做得不好 有方同学这个说法真的令我方大开眼界 原来一个具有操纵权、控制权的霸权 还有一个好坏之分 我方想反问一下有方同学什么是好的霸权 什么是不好的霸权呢? 回到我方所说的定义 其实今天所说的社交媒体霸权 就是指社交媒体叠入一个领导性地位之后 用这个地位去谋取一些对公众没有利益 而只是合乎于自己利益的行为 这样才叫霸权 比如说WhatsApp在今年的年头更新了用户协议 要求用户同意和自己分享数据 令到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 这样才叫霸权 而不是说WhatsApp之所以是霸权 是因为占有他们最大的市场地位 所以刚刚有方同学自己也说 社交移民今天从来没有成功过 的确,现在社交移民只是流于理论层面 而忽略了实际的可能性 如果一如有方和我所说的社交移民那么顺利 那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也不是痴人说目 但是现实情况就是有方说就天下无敌 做就无能为力 事实上社交媒体之所以形成霸权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多年来积累巨大的用户人数 就以WhatsApp和Facebook为例 截至去年第三季 他们分别已经有27亿和20亿的用户 正如我方一再重申的可行性问题 那么巨大的用户人数根本就令社交移民难以进行 大家不妨苦心自问身边有多少人由1月WhatsApp 政策争议风波开始之后 已经完全脱离WhatsApp 退了信号 如果两种程式并存 又如何称得上是成功的社交移民呢 所以今天在缺乏可行性的情况之下 有效对抗又从何说起呢 我方又发现有方和我一直回避一个问题 就是社交移民之后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霸权 有方和我不断曲解变题 不断错解了有效对抗的具体意义 有方和我说到好像是只要一次成功移民就可以叫做有效对抗 无可否认 现在WhatsApp已经暂缓了争议的政策 但用一次又一次的拖字 去面对用户的声音 又怎样能够称得上是有效的对抗呢 如果移民完之后又不断移民 这种头疼依头 脚疼依脚的做法 真的称得上是有效的对抗吗 我方绝对不认同社交移民是有效对抗社交霸权 因为移民完之后 只会令到新的公司获得巨大的市场贫额 从而获得操纵权 而形成新的霸权 所以我方今天认为变题绝不应该成立 多谢各位 南方一库发言时间是3分11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我们现在请正风二库 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和我示意 大家单单让我看开 准备好可以 OK 叮 主席评判、杰伯、杰伯、杰伯 大家好 今天比赛来到二库 不能够发言 有方同学存在两个大的误解 首先是定义八拳这两个字 由主辩抗到现在二库 我跟我眼中的八拳 用主辩的字眼 是丧心病 但是我方已经多次澄清了 霸权之一个霸占市场的行为 还有说要对市场有影响力 同时就是当你有一个极大的市场份额的时候 你每一个的举档都会对市场造成极大的影响 假如任何一间的超级市场 它们买即食面的价钱降低了1元 因为会不会对其他的超级市场的行列造成影响 会 因为正在他们的份额大而会对市场造成极大的影响 所以这就是霸权的东西 第二个不清楚的方同学 就是根本不清楚现况 第一个论点和我们说社交霸权 社交移民是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会去社交移民 因为那些人只是习惯在原有的社交案件 所以社交移民不会发生 第二个论点就是和我们说社交移民发生了之后 就会再造第二个社交媒体发团出现 我方台上伯问你 社交移民会还是不会发生 有方同学全场都不回答 所以最后再问你一次 究竟是有社交移民还是没有社交移民 有方同学眼中的社交移民必须立即见效一步到位 实际上又是不是 社交媒体其实是一个优性劣败的地方 当社交媒体霸权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社交移民自然就会出现 高登曾经是香港最多网民榴莲的地方 然16年高登的应用程式混在一片糊涂 手机用户接近看不到所有内容 加上版主林祖信处理网军不力 多次封禁对他不满的用户 用户就自然离开 去到不论是技术讨论还是不愿意 随着时间改变用户有的选择越多 所以已经有多次的社交移民 由ICQ到MSN 再由MSN去WhatsApp 由Francester去到MySpace 再由MySpace 去到Facebook 由乡土去到高登 再由高登去到联登 自己已经陷入绝境 唯有改善才可以继续存活 否则就只能去被人淘汰的深渊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用户离开Facebook 和WhatsApp的现象 被到社交移民 令到社交平台了解到这个绝境的层次 但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千里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们的步伐不应该因为这次的运动而停止 这一步更加不应该是我们重要的最后一步 去黎明来到社交法权消失的这一刻 或者我们可能要等三年五年 但是这个等待去到那一刻必然值得 最后送大家一句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延续努力 多谢 正方二傅发言时间是2分58秒 没有超时不出扣分 现在请凡方二傅 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开和事件 试咪试咪 听到 准备好 叮 主席、评判、有峰和我 最后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峰和我非常奇怪 有峰和我犯了好几个大的错误 就让我现在告诉大家 首先有峰和我对农烈 不是农烈 有峰和我对社交平台霸卷这件事的定义非常奇怪 有峰和我一直都说 只要这个社交平台市场上 占有大的数量用户的基础 只要它有控制权、领导权 就叫一个霸权 请问如果一个人 只要有控制权 就算不用 为什么你就要移民 有峰和我连对你的影响都没有 有峰和我移民 请问是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移民的事情 其实真的有没有意义的呢 有峰和我说 中立 就算有 社交媒体有霸权 中立 都叫有霸权 请问现在它是一个中立 就算是一个中立的霸权 什么叫中立的霸权呢 有峰和我都说 就算有中立的霸权 有峰和我都移民 是什么意思呢 有峰和我今天整场都用ICQ、MSN 这些社交媒体作为例子 其实他们的霸权 具体的影响表现在哪里呢 其实有峰和我今场都说不到 其实有峰都深知肃明 有峰口中的霸权 其实完全都不叫霸权 所以你们才一整场都回避这个问题 正如我方所说 社交移民这件事情 本身可能性是很低 所以社交移民都不是一朝半夕 都可以成功的 其实大部分的用 主流用户很难以一朝搬走 预期的发展驱势 就是大型平台用户数目 缓慢的下跌 而非大批用户马上迁出 其实这些所谓的社交移民 是有峰口中 其实真的有没有益处呢 今天我方明白 有峰和大多数人一样 都不想被这些社交媒体收钱 我方理解 这是人之常情 有峰无非是享受好的服务 但有峰今天不够还观 没有站在这些公司的角度 为他们着想 这些社交媒体终归都是商业項目 都需要盈利和运营 有峰不让这些社交媒体做这些做那些 但有峰今天只站在用户的角度 为什么不站在公司的角度 去想想他们如何运营呢 当这些平台发展 这些社交媒体终归有大量的用户 有理可途的时候 自然就会有人打算收购他们 在没有对抗一种霸权之前 反而建立了另一种霸权 却从来没有认真考过 如何限制垄断资源的网络巨秀 如何防止社交私利 如何拿回资讯自主权 才能促进社会真正向前发展 以为不是有方口中的 移民 在没有一个霸权出现之前就要移民 那其实还有什么用呢 多谢各位 反方已复发言时间为 2分53秒 无超时无需求分 现在我们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辩元 向反方台上辩元提问 正方无缺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辩元的应 台下发问的时间1分钟 台上准备时间1分钟 回答时间1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的一丁提示 之后再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元 向正方台上辩元提问 发言时间通常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两条台下发问可以由同一位辩元提出 双方对这个环节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先请正方 排出第一条台下发问 记住你要开机器 还有准备好 可以等我先 试咪试咪试咪听不听到 可以 可以 提 各位 今天有方其实是同意霸权 是有领导地位 只是觉得要做偷取私隐等等 丧心并权的行为 才叫做霸权 但我方已经追问了好几次 到底有方台的定义是哪里 有方完全没有交代过 既然双方讨论了这么久 什么叫霸权 不如看看其他人怎么用 在中国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春秋不霸 从定义上 历史学家之所以称他们为霸 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坏事 但是是说他们 在当时没有其他竞争实力的对手 就算跳入有方的框架 霸权是做得不好的 想问有方 在99年ICQ占有极大的市场份 但因为公民民族 口推出MSN 口含MSN推出深功能 人们才会移民 令ICQ霸权消失 这次移民如何努效对汉霸权呢 多谢各位 现在反方台上用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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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方建议你 neces 2 sang 订阅 但我方建议你刚 Edward Thomas较 elementary 后方建议你回去重新读一读中国历史 春秋五霸之所以称为霸 是因为他们做出一些勤阅礼制 所謂的霸權並不是單止它具有一個客觀的領導地位 而是做出一些主觀謀取自己的利益 作出一些操縱性的行為 想問一下溫航學 如果具有一個領導地位就叫做霸權 那麼霸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多謝各位 現在請梵邦拍出第一條台下發問 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開頭的事件 可以 祝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第二個論點跟我們說 轉頭競爭對手就可以打破霸權 模擬是什麼太簡單 在Facebook和Instagram出現之後 也有Slapchat的出現 它越後積分的獨特性 就做了一波移民潮 但是隨後Facebook和Instagram 也都馬上複製這項的功能 令到用戶回流回去 所以有方同學今天才要回答我們的是 為什麼原有的霸權 不會適得與時並進 任由社交移民出現 多謝各位 好 現在正確有一分鐘時間 開始 cavity 反正 為 죄 這個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正方派出一位头上辩论回应 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同学事业 事迈,事迈,请问听不听到? 听到 许美好 叮 多谢有方和我的提问 有方和我今天提出Instagram和Snapchat的例子 无非是想论症社交移民无效 我们先看看原来Instagram和Snapchat的关系 就如和WhatsApp和Signal一样 这些用户绝对是没有从一个媒体而写起一个媒体 而去到一个媒体去发展 而是同时使用的两个媒体 今天我们全场在讨论的社交移民 并不是这些例子 这些例子也是我方主编所提出的社交疑问 而不是这些疑问的现象 不是这个例子有什么关联 所以今天要回答问题的 不是我方而是有方和我 为什么这些例子都可以算是社交疑问 有何我今天全场都没有论证过 请有方和我打请有方和我搞清楚的定义 先不要再混淆视频 谢谢各位 现在请正方看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和视义 试咪试咪 听不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 可以 第一次 第一次没有一个电影 可以 好 你尝试能不能开到 开不到就都听到声 OK 所以说 他们只见到 霸权有做不好的事 就把两组字眼拉上关系 但是并不是因为做了不好的事 才叫霸权 例如Snapchat和Twitter 他们并不是霸权 但是有做出封杀特朗普的行为 所以有没有做不好的事 跟他的领导地位根本没有关系 有方又说 如果社交移民会造成有新霸权 等于没有打到 但是有方自己都说了 已经是先打到霸权 后有另一个霸权的出现 所以有方根本上已经承认了社交移民是可以对抗霸权 其实过去中国历史上都有不同的政权出现过 每次都是因为有暴政出现 才会被革命推翻 所以先说革命是有效对抗暴政 最后想问有方 是不是革命永远无效推翻 朝代或者政权 因为推翻了又有下一个政权兴起 多谢各位 现在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回到这里 再不停 回到这里 再不停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范芳發車為台上別人作答 有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和示意 準備好 丁 尤芳樂,你們真是很有趣 今天竟然不斷在搞亂因果關係 不是因為做了壞事才叫霸權 而是因為霸權做了壞事 我想問有方同學如果按照你們的定義 他有領導地位就叫做霸權 我想問中國內地的微博算不算是霸權 曾幾何時十幾年前的Yahoo也算不算是霸權 我們今天去超市買東西 我們會不會說去白街是一種霸權的行為 我們會不會說我們在幫襯一間霸權 有方同學不一定在混淆字眼意思 就說兩種程式一起用 那些叫社交郵文 所以就說社交移民實際上並不存在 有方同學真的很好笑 社交郵文本身就是社交移民 失敗之後產生出來的產物 你們不可以不斷混淆兩個字 意思就說社交移民不存在 所有失敗的社交移民 你們就說那些不是叫社交移民 就說叫社交郵文 那我方真的很難和你們討論 有方同學多謝各位 現在請達多拍出第二條的台下答問 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開庭物事宜 可以 定 請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不停問我方 到底認為社交移民是會出現 還是不會出現 其實這個正正是有方 需要回答的問題 我方認為社交移民 無論是成功還是不成功 都不能夠真正有效對抗社交霸權 有方今天把社交移民定義 擺到那麼高 或現時共用的平台 都算不上是社交移民 但從來沒有交代過可行性 所以有方想要回答我們的 到底怎樣才能做到 離口中的社交移民 多謝 現在請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開始 更結束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正方擺出題上作答 有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所有時間 有方問問我們有沒有真正的社交移民 在回答一條問題前,我要問回有方問一條問題 這條間有什麼時候用ICQ、MSN和SENGA呢? 兩間已經倒閉了,還有一間貧林倒閉 那這些用戶根本用不到這三個服務的時候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這些不是成功的社交移民 有方說到我們要論證有社交移民 我方就已經論證有成功的社交移民出現 我方的主編稿就是有這些例子 再者,在有方同網的立場是成功也好 失敗也好,全部都是無效的 原因就是會繼續有社交媒體的霸權出現 我方在剛剛的台下發問問你們 革命能不能夠有效打倒暴政 有方同網不回答 我方同網都知道其實這個社交移民就是一種現象 就是在一個經濟周期裡面永遠都會有人有領導的地位 而當領導的地位追趕不到時代,追趕不到用家的需求的時候 有社交移民的出現 請停止反應 現在台下發問問問節完結 現在會進入劫電準備時間 一分鐘開始 因爲哪個問題 會進入劫電? 因爲在告密的時候 是 讓它進入? 有一個問題 以為對感言 通法 就能夠 進入劫電動的方式 哪個問題 可以進入? 我們各不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们真是丧心病狂 为什么 他们不断说我们的定义 花原来是有领导地位 是要有操控的 我想和你们说 你们学校的校章 够有领导地位 是不是一拳打死他们 你们就可以成功了 之后又说了 其实成不成功呢 是讲求成功的 我想问一下 成功之后造成了新霸权 那有没有效呢 你今天是说的是 成功还是有没有效呢 你根本就没有说过 不断说废话 其实你根本就是没有说过 之后 之后刚才正方二赎又说了 原来倒闭了 已经是成功了 刚才我都会说 是没有效嘛 你没有说过有没有效 只是说成功而已 还有你说倒闭 我们的标准是要 撒停WhatsApp某些政策 而不是我们需要WhatsApp倒闭 今天正方就是玩东西的 是需要WhatsApp倒闭 是不是玩东西呢 WhatsApp那么多用户 你竟然要WhatsApp倒闭 那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要那么多亿人的用户 全部流离失所 全部要转去呢 你是不是根本来玩东西呢 之后 其实在2月 Facebook用户是按年升了50万人 作为其中一个 在这股移民潮受到影响的应用程式 Facebook反而有升无跌 我想问一下 今天WhatsApp倒闭回来 过了一定程度的舆论 和移民潮之后 WhatsApp会不会东山再起 而社交移民又为了什么用呢 之后很多人说 我们现在习惯用了WhatsApp 之后有些人说要 但是不习惯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双平台用了 在这个时候 政方一副又说 其实这些是游民 不是移民 我想问一下 既然是游民的话 既然表示了什么 你移民没用 政方一副 我好多谢你 帮我们反方提供论点 是的 你移民没用了 因为现在是游民嘛 对啊 之后19年 很多人在抵制中 说无线新闻 我们不看 我们要看宽频电视 其实又有多少个是真的转呢 其实我想我真是不相信 没有人是一边看无线 一边看宽频电视的 如果不是的话 现在外回街还可以播到这么多集 反观回到WhatsApp 又有多少人真是抵制WhatsApp 而不是双平台这样用的 之后 这些人又说 在网上那些人说 我要抵制WhatsApp WhatsApp很无用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政方同学又说 其实我们是会创造新霸权 那就是其实移民是成功的 那我想问你 其实你都会说 既然移民 又会创造新霸权 一个轮回 其实我反而觉得 可能今天政方 轮回这个词遇有多少不太明白 用佛教的角度去看 就是生生死死生生死死 和生生死死 喂 政方你不觉得很闷的吗 不斷生死 生死看淡了是不是呀 那既然是这样 反攻回WhatsApp 你既然不斷回载移民 不斷社交霸权移民 社交霸权移民 你做来有什么用呢 政方 其实去到我们反方异负 他说得很明白 这个世界天下是没有免费午餐的 是说得很对 为什么 WhatsApp是一间公司 它不是开线堂的 你猜什么福利院 被那些无业人士 那些露宿街头过来 不是嘛 要养员工的 是不是呀 它是需要继续去存活的 因为其实我反而 我方反而觉得 洩露仙人 是可能在那里赚钱的 我不相信WhatsApp 那么多次被罚款 都没有社交移民 那上面反映了 那些人是当时 并不支持社交移民的 所以其实这次社交移民的理由 是出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 所以今天我方都是认为 社交移民不能够有限对抗社交败 谢谢各位 主席提提 双方的勇词 没有攻击对财 双方的变迫 没有输出人 真攻击了 现在有请政方碟面 你有四分钟一年时间 准备好可以和我示意 示威示威 请问听不听到 听到 准备好 听 电视节目有好多种 不过不是个个都適合小朋友 收看 最续各位香港电视台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变迁 好像有话说 由上一个世纪 一台独大的亚洲电视 角度到千万年后 受到惯性收视的无线电视 以至于最近刚刚听起的ViuTV 和电视台的巴团 组织跟了一个几次的更替 你当时大放异彩的亚洲电视 现在没有人会再欣赏 甚至会被观众奉刺为亚视永恒 而当时取得亚视的无线 电视节目的结局次次都是去烧烤 那你也看得下吗? 令观众失望至极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电视节目 都有轮体的情况下 可见观众的口味是会不断改变 同理社交媒体也是 单独在今天的辩题 正方双方所说的主流社交媒体的变化 都是要见经于这些用户的需求而改变 社交媒体的发展不再停留在过去的MSN 我们的需求也不再停留在发送一个个的文字 而是需求那么多更多 今天正方双方都同意说 如来这个社交白权是需要改变 但终于整场比赛 我们不难发现双方有以下三大分歧 首先看看什么是社交媒体的霸权 今天有方和的重点就是说霸权是会操纵 但先看一看 原来霸权不是操纵那么负贬的 而是有一个极大的影响力 我帮主角也跟你说 霸权是一个领导的地位 不是好像有方和说到那么坏 接着问有方和定义何利 有方和回答不了 再问有方和推特算不算霸权 有方和回答不了 有方和这些前场所问的问题 通通答不了的情况下 看回我方的定义何来 我方的定义 正正是汗语时练和有方和这么说 不知道有方和又怎样解释呢 所以总结而言错的不是我方 而是有方和 原来有方和在结辨和你说 霸权就是学校 但先看一看 学校根本就不是一个市场 那些老师根本就不会和校长竞争 那又如何比较呢 到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社交疑问 今天同学有方和最不清楚 抗得最努力就是社交疑问 今天原来说到社交疑问 并不是单止同时使用两个社交媒体 所以今天有方和我全场说的例子 通通都是错 通通都是打证杜草人 请有方和不要再混淆和试听 原来有方和连定义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 所以我方不断追问有方和我的问点 是否谋底 有方和我都回应不了 所以根本有方和我就是理解不到 什么为之霸权 不要再混淆和试听 去到第三个问题 社交疑问有没有成功过呢 有方和我根据错的定义 有个错的结论 什么是霸权 什么是社交疑问 有方和我都说不清楚 那我们不如还原下基本部 和有方和我看看过去的例子 原来过去我们台下讲的ICQ转去MSN 又或者之前的MyFace转去Facebook 今天有方和我准备这场辩论比赛的情况下 可能都没有听过这些例子 正正证明了有方和我这些之前的例子 这些用户少了 这些公司的钱少了 甚至最后收拾了 有方和我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后 那便正正和你们讲的社交移民的成功 社交移民从来都不是最近一日两日的事 而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正如和社交用户的需求逆迹增长 因为提供不到足够服务的社交媒体 自己就唯有离开 之前有卖Face转Facebook 将币着一个社交和调的交替 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之后 我们不会再听到Facebook、Instagram 这些熟悉的名字 我们没有办法阻止社交移民 也没有必要阻止 一个社交媒体的霸权倒下 又会有其他社交移民、社交媒体的崛起 用户的体验便静静会因此变得更加之好 未来的持留我们没有可能估计 就如和之前在看压史的人 也没有可能估计到 未来的压史会做得这么差 所以大家都心知讨论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订阅Facebook和Whatsapp 多谢各位 正方结辨 发言时间为4分03 超级5分追求分 现在进入评判评分的环节 留意是要选择最佳病人员 最好的是填分3分 其次2分之后1分 另外请评判也留意 我发了Whatsapp message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看再覆蓋 不好意思,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我想問對手喪心病狂是一種人生攻擊 不好意思 可以再說一次嗎?聽不到 對手喪心病狂是一種人生攻擊 剛剛我提醒了大家 所以發言的時候要小心用詞 不要對雙方同學或者評判有任何人生攻擊 賽會會記錄這件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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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